哈喽大家好,我是安迪,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今天又给各位小伙伴带来两款非常非常好用的VPN 它在电脑单跟手机端都是可以使用的,完全免费,并且是免注册的 节点众多,速度超快,永久免费,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我们打开浏览器,直接在谷歌里面搜索 第一款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安心加速器 搜索出了以后,第一款就是它的官网,我们点击打开一下 目前来讲的话呢,它只支持这个Windows跟这个安卓单 那其他的像苹果单的话呢,目前还在开发当中 OK,我们直接点这里下载 把这个安卓的也重新下载一下 好的,下载完以后呢,我们把这两个给它放到桌面上 首先呢,我们来演示这个电脑单的使用 我们在这个模拟器里面,我们把它拖过来 拖过来以后,我们给它解压一下 解压完在这边,我们双击打开 这个应用程序的话,我们双击安装一下 这边点是 这边同意并安装 这里勾选一下我同意 这一边我们点立即使用 这一款是需要注册账号的 这边点立即注册的话呢,很简单 你就输入这个用户名,然后输入一个邮箱 然后设置密码就可以了 那这边我已经注册过了,我直接登陆 我们直接点击登陆 这边不再提示 好的,那现在我们把已经打开的这一个VPN给它关掉 关闭以后,我们到这个地方 右边这里有一个节点 那这边是加速模式 这个智能跳过还是全局加速 你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 那这边有一个节点 我们点开一下 那这边的话呢,大家看到啊 美国节点有30个 那01高速,02高速等等 这个后面是节点的一个负债啊 目前的负核有多少 那再从下拉的话呢 这边是日本有10个节点 那香港有5个节点 其他地区呢,韩国有一个啊 那我们随便找一个试一下,打比方美国02 我们双击它 双击以后,这边显示已经链接啊 这边是一个链接的时间 好的,那我们打开浏览器来看一下 这边我们打开YouTube 这边是正常打开啊 我们搜索一下试开 这边我们进行一个过滤啊 选这个知识共享 好的,看起来这个速度还是蛮快的 啊,我们随便打开一个视频来看一下 OK,这个播放也是很迅速的 点开基本上开始播放了 我们来看看它的一个清晰度 现在是自动480 我们给它弄到1440看一下 啊,稍作缓冲呢 也是开始播放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详细统计情况 目前的速度是5800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啊,稍作缓冲的话呢 也是正常 正常播放非常流畅 目前是6200 我们尝试给它 弄到4K 看看能不能带得起来 因为目前的速度只有5700啊 有可能带不起来啊 但是缓冲一下呢 现在也是正常的播放当中 稍微有一点卡顿啊 稍微有一点卡顿 那我们想正常播放的话呢 可能还是到1440 或者说1080 肯定是没问题的了 1080绝对没问题 那我们快进的话呢 也是这个秒秒到啊 稍作缓冲就过来了 目前是6200的一个速度 我们现在给它关掉啊 关掉 断开 断开以后的话呢 我们尝试换一个节点看看啊 打比方这个05 当期 好的 这边显示一连接 速度非常快啊 我们这边的话呢 给它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速度也非常快啊 我们看看这个 像素 我们也是去到1440 再看一下 好的 稍作缓冲呢 也是非常流畅的播放 我们看一下它的统计信息 那这个速度就快很多 现在去到12000 我们给它快进一下 快进的话呢 也是稍作缓冲就可以的啊 没问题 现在是稳定的9900 差不多1万左右的一个速度 好的 我们给它暂停一下 那么电脑单的话呢 这一个就演示到这里啊 其他的这一个节点 大家自行去尝试一下 在你的电脑上呢 运行最快的一个节点 你把它固定下来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每天的它速度 每个节点的速度 可能不太一样啊 大同小异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 它在手机上的表现 我们打开手机 那把它拖到手机上 进行一个安装 好的 这边点继续安装 这边点击以了解 然后继续安装 输入我们的一个手机的密码 安装完成 我们直接打开 进入登录页面 我们同样的输入我们的一个账号 然后再输入密码 输入完成以后 我们直接点登录 好的 登录成功 这边也是一样 那这一个加速模式 大家自己可以选啊 可以选 这边是全局啊 指定啊 智能等等 那我们点这个地方呢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节点信息啊 其实跟刚才的电脑上是一样的啊 是一样的啊 打比方我们看看美国G5高速端线 双击 进行一个链接 这边点确定 好 我们倒回来啊 现在显示已经连接成功了 目前这个节点呢 网络延迟是59毫秒 节点负债是10% 那么这一个数据显示 它的环境非常的良好 那大家再看一下啊 你注册以后呢 登录以后这边是9961天啊 当然我这个界面 我这个 当然我这个账号来注册 不是一天两天的啊 正常注册是9999天的 所以说这个基本上是用不完的啊 用不完的 好的 那我们现在在手机上打开 浏览去测试一下 我们打开YouTube 我们同样在这边输出一个试开 好的 我们点开一个视频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广告啊 我们给它跳过 跳过以后 现在开始播放 看一下它的播放的一个情况啊 目前画质是360 太低了 我们给它弄到1080看一下啊 正常播放是没问题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速度啊 详细统计的情况 目前的速度是5300 现在是4100啊 在手机上的速度呢 稍微看起来更慢一点啊 更慢一点 好了 那个普通使用的话呢 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款 同样的啊 我们在这边搜索 它的名字叫赚稿 读出来以后呢 第一个就是它的官网 我们点击进去 那么这个加速器也是 免费线路永久使用 明日日保护用户隐私 全球节点速度超快 无限流量 那么它呢 就可以支持麦克 包括这个英特尔的 CPU 包括M1 M2的 那这边 windows的 LS的手机啊 这个安卓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下载一下这个windows 我是64的系统 我就点击64 进行一个下载 好的 下载完成以后呢 我再把安卓的也下载一下 OK 同样的下载完以后呢 我把它放到桌面 好的 同样的windows的单呢 我也是在这一个 我也是到这个虚拟区里面 进行一个演示 我们直接双击 这个可执行文件 然后下一步 安装 安装完成以后 我们点击完成 直接进行一个运行 那这边点4 好的 目前的界面是已经打开的 那我们把之前的这个 VPN给它关掉 关闭啊 关闭以后 我们再回到这个界面 这边的话呢 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这边的话 这一个节点选择 我们点开看一下 那目前来讲 免费节点有三个啊 美国 香港 日本 那么下面是要付费的 VIP的 那这边就是节点都非常多了啊 好的 我们就用这个美国免费来测试一下 直接点这个地方开关按钮点一下 好的 点一下以后呢 这边就已经显示连接了啊 这个连接的时间已经是有的了 好的 同样的 我们打开浏览器测试一下 打开YouTube 这个打开也是非常的迅速 我们随便点开一个视频来看看 好的 稍作缓冲呢 直接开始播放了啊 这个清晰度 肉眼观察还是非常OK的 我们来看一下 那目前它自动是1080P OK OK 我们现在看它一个统计情况 目前的速度是9000 啊 9000的一个速度 我们 把它的清晰度提升一下 U1440 看一下 好的 稍作缓冲呢 也是正常播放 目前稳定在8圈 好的 我们给它暂停一下 我们尝试换个节点看一下 我们换一下日本节点看一下 打开一下 好的 稍作缓冲开始播放 看来这个画面比较模糊啊 我们给它弄到1080看一下 好的 现在正常播放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统计情况 那目前的速度去到1万啊 有点不太稳啊 9000 8700的一个速度 目前稳定在8圈 左右啊 好的 电脑单我们就演示在这里啊 虽然呢 它只有三个免费节点 但是日常用的话呢 完全够用了 好的 我们同样现在来看一下手机单 我们同样的把它拖进来 进行一个安装 好的 安装完成 我们直接点打开 好的 目前来讲的话呢 它是默认的美国版本啊 其实它是一样的 点开以后呢 这个Free的线路只有三个啊 我们还是以这个 美国线路来做一个演示 我们点击这边 然后这边点确定 现在显示已经连接上了 这边好像出了一点问题啊 就是打开以后呢 这边连接 显示几秒以后就自动关掉了啊 自动关掉了 我们看看这个节点行不行 还是以连接啊 也是一样的 4秒就关掉了 那么看看这个节点行不行 这边也是显示以连接啊 但是也是4秒以后关掉了 那么今天这一个在手机上的演示是失败的啊 但是之前呢 我尝试过是没问题的 不知道今天演示的时候是出了什么问题啊 这个原因呢 各位小伙伴自己去找一下 我在这边也就不再演示了 好的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啊 我们 为大家介绍了两款 这个免费高速的一个VPN 大家自己可以尝试一下 哪个好用用哪个 好的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